我家是一個小伙子,今年大概12歲 我有兩個孩子,大的是一個女兒,今年13歲 小的是一個男孩,今年11歲 我們家是女兒,今年12歲了 我們小孩大概是在五年級下半期 他說他的手上長毛了,對這個就很擔心 今年兩月份的時候,他來預約金了 他會說,我怎麼這麼麻煩呢 當女人怎麼這麼麻煩呢 為什麼男生就沒有呢 孩子會來問我們,媽媽我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會說一些,用一些小的故事典故去說 但是我們不能具體告訴到 爸爸媽媽是通過什麼樣的行為 然後這個金子才到卵子裡面去結合 包括對手淫啊 或者是日常的這種,怕生那種性侵的事情 他很正能量 你首先認清楚他的原理是什麼 而不是去規避他 我就想這個男女的差異 對他來說可能也需要了解 因為這些就好像也很難休息去表達 我也覺得我覺得至少自己要做到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就像我們喝水握手 擁抱一樣 你就可以很直接地去告訴孩子 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男孩未來可能他自己產生了 在這個兩性交往中產生了一些行為 保護對方或者保護自己 我認為都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性教育的意義是 讓我們作為一個人 首先要了解到自己 我覺得只有真正的你了解的性是什麼 你才能真正的了解到你自己 我覺得性教育是孩子人生成長過程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場必修課 你了解到 你能很難嗎 我感到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